題目 意外 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來開的就是這個 石王錶頭 沒有錯 這個是台灣魂商店 台灣魂商訂購的 然後他過了好久一段時間 終於來了 有一點讓人夠平的地方就是 他 居然只是這種一般包裝 原本想說應該魂商電器 東西應該包裝會更漂亮一點 這看起來就像一般販售呢 不過畢竟它是劇場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長怎樣吧 又來了 哇金蟬閃的 等一下我還沒看到它的本體耶 東西掉了 很亮耶 超亮的金蟬閃的超美 好難拿 拿不起來 把它拿起來了 耶就像一般的那個 錶頭一樣它是可以這樣拆開來的 然後它是寫2068 死亡 然後可以這樣轉 轉成假面騎士的臉 這應該是縫魔啦 只是說這是劇場版的縫魔死亡吧 我們來聽聲音吧 重點要來囉 等一下保不起來 等一下喔 它應該是要拆開來吧 喔這裡太難 把它開了 好長喔 這什麼東西 歐馬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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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4 哦 好棒哦 他音效很棒耶 那 轉開呢 YOU OMERFORM 蛤就這樣 那沒有腰帶 呵呵呵呵呵呵 這個東西大熊只是拿來收藏 啊還有一個東西 雖然呢 大熊沒有腰帶 可是呢大熊也有一個 朋友送的 呵呵 表帶 其實大熊只是想要買來收藏一下 基本形態以及最終形態 呵呵呵呵 這開箱好像感覺會變得很廢 不過這個真的很漂亮耶 這個 金山產的地方真的超美的 真的是質感超好 大熊就指定了一個表頭回來收藏 對於死亡的愛 光是SHF應該大家就感覺到了 所以 這一顆呢就是純收藏 然後 腰帶的話等以後看有沒有緣分 買到便宜一點的囉 因為 大熊沒有錢去買這種 比較高價的那種玩具收藏品 這個算破例 因為這個真的帥 而且大熊其實是沒有訂到這一顆的 這一顆呢是 我們那個已經回嘉義了的時代呢 他轉讓給我的 他人超好的 把這一顆轉讓給我 雖然我也是因為這一顆呢 付出了一些代價 呵呵呵 時代謝啦 你在嘉義好好的吃涼麵吧 呵呵呵 然後呢 這一個其實 嗯 有轉手過就是之前陪我一起開箱的 騷肉君 然後後來又 轉 他送給了時代 然後時代又因為我喜歡這個 所以就送我了 嗯 對 沒有錯就是這樣 那這一部影片呢 其實 也沒有什麼東西 就只是開一下這個而已啦 呵呵呵 超廢 超廢 這一部會變成超級大廢片 因為沒有腰帶 他其實根本沒有什麼聲音啊 呵呵 那我們就 今天開箱就到這邊吧 這一片超爆短 呵呵 不過呢 這一片呢就讓他這樣吧 呵呵 那如果你也有買像是 時光的商品啊 或者是你也是喜歡時光的人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回應 呵呵呵 只是反正就轉啊 開心啊 結果收藏啊 超棒的 然後如果喜歡大熊影片 請記得幫大熊 訂閱 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那有什麼想跟大熊說的 記得在下面留言 記得在下面留言 快點在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幾乎都沒有在跟我聊天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咪 會不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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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